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等了好久终于把梦失心 老师你今天真的很准 是不是我就说 我高中的时候唱歌比赛 有晋级过前六名 讲出去没人相信 真的没有人相信 老师我不是说你歌声准 我说的是你昨天才讲台股 要绝地大反攻 今天绝地真的大反攻 大涨了614点 把礼拜一那根黑黑全部吃光光 真的有够准 而且今天我们的台积电联发科 广达鸿海全直股F4 全面启动 我们的素素球买进去的军华大涨 超过了半根涨停板 到现在的股价已经你想想看 素素球进场现在已经758 波段涨幅高达了68% 老师你是怎么看出来 昨天就是那个落底的讯号 还有我问一下 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多 到底什么快说 到底今天的大涨是人道走廊吗 是给大家最后走的一条路 还是说从此高枕无忧继续往上呢 为何我昨天能独家跟大家分享台股会落底大反弹 我今天会把我这个增长多年的买进讯号 来跟大家分享 至于今天是不是一个人道走廊啊 我告诉大家 今天有个讯号告诉我 它是什么呢 今天一定要看完哦 不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的买点 欧市标准 我是何姬鼎 超过20年的投资经验 关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 到操盘策略 帮你培养 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订阅 分享并加我的LINE AT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操盘 你会不会觉得 今天大家心里一定有很多的疑问 有很多的疑问 这一波涨的到底是涨真的啊 昨天不是才停损吗 但是我最大的疑问 在于我们昨天影片下方的留言板 怎么了吗 怎么会老苏啦 人家明明浑试是夸赞我 说好可爱的助理哦 有老师在底下留言说 老师也很帅 是不是 不然你们自己回去看 底下下方留言 好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多夸奖一下 人家通常都夸你 不过今天我真的要夸你老师 你真的超准 而且从台股这一波 不管是上涨创高 或者是急沙拉回修症 你都没有模糊地带 你一直都是直球对决 对啊 因为其实我知道 大家看了很多节目啊 看完之后你知道 都不知所云 因为你都不知道 他到底是讲多还是讲空 然后呢 看到跌了他就跟你讲说 今天落底 比如说上星期五落底 上星期五 他就跟你讲说 今天可以进场买了 就星期一又大跌了 那个六百多点 那你说星期五买进比较好 还是星期一买进比较好 星期五他跟你说落底 星期一大跌 他说啊 清晰伏额 对啊 每次跌都是多 跌也是多 涨也是多 那你看我们跟别人 哪里不一样啊 你看一下 我们在比如说在前一波 在大涨的时候 我每天跟大家讲说 这一波就是会喷出 我每次在经济数据 比如说CPI 非农就业的数据 还有PC公布之前 我都跟大家讲 有可能会喷出 他就一路向上喷喷喷喷喷 那时候我一直跟大家一起 三大条件 如果符合你一定要进场买进去 结果是不是一路向上喷 一路向上 而且守住缺口 之后就一路向上涨不停 然后在台积电 大家都不相信说 要法说会过后 才会上千元 在法说会之前 我就已经领先跟大家预告 法说会之前会栽创历史新高 那个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老师上股市福利社的时候 对 没错 然后法说会 我也跟大家做了什么 三大条件 就是每周三大条件 但是重点是台积电法说会后 这三大条件没有一个达成 果然台股吉沙拉会 对 那这一波我是认为 就是会修正 但是我没有想到 其实我算错的就是 没有想到修正这么大波 幅度这么大 所以你看一下 当台积电法说会过后 这三大条件 我也都跟大家分享了 我看的跟你看的一样 我已经把我所有知道的 都已经跟你分享了 他没有符合这三大条件 所以我当然心中会有一点警讯 能出的 能尽量出的 能赚钱的 我都先出了 你看像台积电 台积电我出在什么 1035 也是获利的161% 对不对 也不是卖在前影线啊 对不对 好 再来新云的部分 获利了结嘛 对不对 大雅获利了结 孙达科获利了结 都是上礼拜 有没有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我都一直出啊 那只是没有跟大家分享而已啊 没有 因为这个为什么不能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是属于我们会员的权利 好不好 这也是法规的规定 但是老师我从你这一连串的动作里面 我发觉你完美的克服的人性 因为我们这几涨个股全部都是获利了结 你怎么能够忍住 你怎么舍得啊 就是因为我认为就是台积电 既然已经没有办法符合三大条件 那就有可能会涨不上去 喷不上去 喷不上去 就有可能会出现修正 所以操作要有纪律 在修正之前 我们当然要尽量保留现金 那如果你保留现金这几天大跌 至少你有一些现金 你可以逢低在进场去做买 对不对 做买进的动作 那当然我告诉大家 有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涨起来我说会涨 跌下去的时候 我说会继续向下跌的时候 上星期五 上星期五大家看我这个标题 大家应该就知道 台股有可能会再跌前田 我记得我喊很大一身 对啊 那个时候有没有 还没跌破季线 我是本来很希望说 他就在两万三附近震荡 震荡就走高 没想到哦 市场有点太过恐慌了 一路下跌 直探际线 不是月线 直接下沙就照际线了 生命线 际线生命线就直接给他灌下去 就直接给他灌下去 而且老师我回想了一下 我那天问的问题 跟今天问的问题 好像是真的是一样的 我就是都问说台股会不会继续跌 然后你就很去苛苛的回我说 会 而且有可能会跌千点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星期五的结果 结果礼拜一真的跌了700多点 那来再来礼拜一我本来星期五跟大家讲说观察三天 对今天还有人在想问 老师还要再等三天 还要再等三天吗 好朋友们如果你有加我赖的话 我昨天下午的节目 昨天下午录的 昨天下午录的还没大涨 绝地大反攻 从今天开始 你看一下今天有没有大涨 有 今天是不是大涨了 614点 也没有算是一个绝地大反攻的 有 那今天要不要买 我觉得今天大部分的股票 尽量先不要买 先不要买 为什么 我认为 绝地大反攻不是他一路向上大涨 他是会震荡走高的 是不是老师就像你讲的 多头格局没有变 但重点是他要怎么走 对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重点讯号在哪里 我会跟大家仔细地分享 所以你看一下 今天的部分是不是一路向上涨 如果你今天在想进场买 坦白说 今天报复性的大涨614点 根本来不及买 昨天才是好的进场点位 如果你昨天有进场的话 今天大部分的股票 我相信都是赚钱 都是赚钱的 好 来看一下 刚刚不是我讲吗 有粉丝朋友 是 在下面留言说 现在还要等三天吗 我还想说 你有没有交我的LINE 要不要等三天 我的LINE的部分 来我们看一下我的LINE 昨天 昨天哦 昨天你看一下我写什么 10.09分 10.09分 我说今天台股被下跌了 一度跌超过600点 我觉得这次已经超跌了 这就是超跌了 我说期货出现爆量向下跌 才早上9、10点 20万 就出现20万左右的大量 代表什么 停损的停力的差不多都结束了 麦芽差不多 已经梳化 差不多就结束了 很多人是跟你讲说 LODY 我是跟你讲说 等等可能会出现绝地大反攻 我跟别人讲的有没有不一样 很多人可能会说 我写错字了 大反空 对耶 大反空 哇没想到你的错识还错这么可爱 大反空 结束那个空方 没有没有 因为我很急着要写 因为你发现 我这个文写的很短 因为我很急着要 因为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进场机会 我想 赶快掌握 赶快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能尽快掌握 那我说急速反弹 你总不可能看成是空吧 急速反弹 你不会觉得 我觉得会继续往下跌吧 我已经很直接明确的跟大家分享 会反弹 对不对 10.09 对 好 再来 你还不相信 你那时候可能是极度恐慌了 我在12.56的时候 我又再再提醒一次 我说 落底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你可以用唱的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好啦 那重点是什么 我上去 你干嘛自己不好意思 唱完自己不好意思 因为唱太好 哦没有 好啦 那再来呢 你看一下 我说什么 今天一定要买股票 对 今天一定要买股票 什么时候 昨天 我有说在等三天 确实我星期五是说在等三天 但是昨天已经没有说要等三天 我本来等三天 我的规划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投资你一定心中要有规划 我当初等三天是想说 他可能就是不会破底 然后呢 在两万三千点附近震荡三天 那就有机会暂时止跌回稳 没想到他来的是什么 跌下去马上 就是筹码洗干净了 然后就冲上来 他直接一波刹下去 他没有再给你这样子慢慢刹 我说等三天的状况是 在两万三千点附近 怀啊怀 怀啊怀 三天如果都不跌 就是一个 就是止跌回稳的讯号 可是他就有点像美股 他这次刀磨的很利 一波刹下去 其实我本来想说是有点像美股 你看三天不跌 三天不跌 三四天不跌 那就可能说今天明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场 因为你就是他已经跌下了三四天 是不是都没有再破底了 没错 我认为KT指标出现黄金交叉 我认为如果台股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场点位 结果昨天是出现什么状况 直接死杀 直接死杀 直接把福尔一次清掉 清干净了 然后就开始出现暴富性的大涨 就是今天嘛 好 所以我昨天的部分已经跟大家讲的很清楚了 你看一下 我说今天一定要买股票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 绝招ETF 两条路啦 我觉得 一个是买ETF 或者是直接跟基金老师 对 那我讲了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当然你知道 你知道跟我们一起买的话 这样就买个股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我都已经提示 这么明确 绝招ETF 撰报写的很清楚 不用我讲了吧 你还在害怕吗 那你真的有唱三遍吗 真的唱三遍 我说 羽毛 爱真的需要勇气 我们两个不能一起上 所以真的是给大家勇气 我是不是给大家勇气 在12点56分的时候 我跟大家直接了当 我没有跟你讲说 台股就要落底了 今天就是底部了 我没有 我直接跟你讲 我觉得明天就会反弹 对不对 有没有分析的不一样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那你再看一下 我说撰报嘛 我刚刚有提示说 你可以看一下我撰报 我说你要买ETF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 撰报写的很清楚 很清楚的ETF 我们来看一下撰报写什么 撰报7月21号嘛 大盘就先不用看 下面是不是有写 下跌要是不敢买 建议可以直接选择ETF 老牌的005005600878 或者是你嫌这些赚不够多 就直接00631L跟00675L 今天我来看一下 00631L 台湾50正二是不是昨天买进 今天就赚钱了 对 昨天买是买在哪里 低低的买 昨天买在这里那么低 今天是不是直接跳上来 你嫌他赚的不够多 哎好朋友 他有赚几% 4.5% ETF4.5%很强 很强一天 一天就帮你赚4.5%了 你说这样不好吗 非常好 那你说 但我知道很多人看了我们的LINE 还这么明示 你还是没有勇气 那你看下 如果你加入我们的团队成员 我们是直接讲什么 我们逢低进场杠杆型的ETF00631L 或者是00675L 今天全数大涨 4%左右 就代表我昨天所有的会员全部较进了 昨天所有会员都较进了 因为我知道在这么悲观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不敢买 那当然了你加入我们的团队的话 我会直接跟你讲就是买进 对 买进之后这些人涨不上去 我们就先获利了 以及再换个股 那下一波是不是就可以赚更多 那至于昨天为什么我能看得出来 昨天这个买进讯号 其实这跟我本人的经历非常完整有关 你的经历非常完整 你是说参加歌唱比赛进行前6名 金融操作的经历 因为我知道很多老师或者其他人 都没有经历过券商那一段 直接变成分析师 直接可能去一个研究员 就变成分析师 自己也没看过别人操作 自己也没操作过多久 就想要带人 其实我觉得经验真的很重要 为什么我知道昨天是一个落底的讯号 就是因为我在经济业务那边呆过 你站在最前线 对 对不对 那站在最前线 我看到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进场讯号 大家想看什么讯号是最明确的 就是散户杀光光 或起货断头 融资断头 所以老师昨天提早在Lite 跟大家讲说不到10点 就已经有20万的大量 那就代表说是有很多人开始受不了 开始要自我了结 要不然就是被抬出场 所以我今天的百万人家特讯帮 我要跟大家分享胜率超高的 进场讯号 就融资断头 对 期货爆仓 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 期货只是另外一个名词就是爆仓 就是你仓爆掉了 那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就没有沙盘了 没有沙盘了 你说后续要怎么样跌 了解意思吗 因为股票市场其实很多人说 股票市场就是看基本面 我刚为什么说经历很重要 很多人就是看了基本书 然后看了巴菲特的书 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自己比散户厉害 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 可是老师我必须讲 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 他们很会考试 但是他们真的去实战 或实作的时候没办法 真的 因为其实说真的 以前我在研究所的时候 也是看了很多巴菲特 价值型投师 什么彼得林区 这些讲基本面教义派的书 其实你都会看对不对 我都看过我都看完了 然后我就以为自己觉得很厉害 你知道吗 很拽 我就自己很拽 就觉得那些散户没有办法赚钱 老师那你 就是因为什么 他们不懂得价值 不懂得基本面 那摆一张你觉得最拽的表情 不用 好啦 我那时候就是 因为自己看了一些书 然后又看了巴菲特的书 然后就觉得我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我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懂基本面 那些散户都不懂基本面 结果我告诉你出社会 自己在做 被扒了要死 一直被扒 那这是经验的累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人性 人性也是很重要的 大家想想看 如果大家都在卖的时候 你说基本面再好 谁管你基本面 我就是要逃出去 所以股票它的涨跌 实际上它反映的就是供需 就是买跟卖 只要有买盘 它就会涨上去 有卖压很大 卖压比买盘 还要大 它就是会被灌下来 但是当卖压已经一路卖卖卖 卖到都没有的时候 哪里来的卖压 没有卖压就不会跌了 所以百分之家特讯班 今天这就是我过去多年在券商 看到的就是每次我看到一直在跌 然后我们券商的后台 营业主管 准备要砍了 赶快通知客户补钱 再不补钱 我们10分钟后就要砍 那就是所谓的融资断头 融资断头 起货爆仓 爆仓之后我看到好多次 每次爆完就是弹起来 每次爆完就是弹起来 因为被砍光了 对被砍光了 然后就 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进场讯号 所以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没有在券商待过 我告诉大家 这就是一个秘密 好不好 你要了解 每次起货的一个爆仓 或融资的断头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讯号 没有卖压了 那我们来打勾勾 这是一个秘密 你不要告诉别人 好吗 好 好那 当下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我告诉大家 就是爆量下跌 爆量下跌 然后你会看到快事 什么叫快事 就突然就掉下来的那种 突然涨上去 我只知道有香港快线 跌下来的速度非常快 急杀 快到会怎么样 你知道吗 快到你电脑系统会有点档机 你会觉得 奇怪怎么忽然停顿了一下 几秒钟 其实是杀的太快了 是杀的太快 因为那个时候停顿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单量太大 全部急进去了 卖单突然涌入 短暂小档机 短暂的 不是微软 对不是微软 这短暂的有点小档机 档机之后 忽然回来了 没事就 马上弹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一波的 那个线图的话 会是几乎90分段来时 所以像昨天我在观察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我在10点的时候 你看一下 10点发了那个文 10点多的时候发文 他只有在下跌一段 然后我在12点的时候 再发一次 我就更加确定了 因为他上去了 因为他开始有没有 跌下去跌不下去 我告诉大家 如果说这一段要持续往下跌 今天还会继续跌的话 他不会上涨一段那么大波 他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一路往下跌 至少跌千点 这个就是实战今天 一天跌千点 但是我看到就是 下跌的时候 有带非常明显的大量 这个量你要发现 这个量是当天一分钟K的量 有没有比昨天这边量大很多 对 开盘量这么大 那就代表说 现在多空交战非常的剧烈 而且是空头明显的站上方 很多多头都在多杀多 大家都急着要逃 因为你看到一下我 昨天不是才跌 一百多点 今天怎么又三四百点 该不会要崩吧 等一下会不会跌千点啊 我情愿先走 少赔为赢 对 所以你看当所有的多单都被杀出去 不管是自砍 或被砍 都被砍完之后多单 就没有卖压了 就没有卖压了 没有卖压之后 剩下空单 空单也没有多少 因为他们赚爆 他们赚爆会怎么样 他们会想说 哇 这要跌那么多 我要不要获利了结啊 所以空单会获利了结 那今天呢 一拉起来 空单就觉得 哇 那这会不会一直涨上去 那我的获利 会不会就没起来 所以赶快也先卖 赶快也把它买回来 买回来之后就出现 这么大的幅度的一个上涨 好 所以大家记住 融资断头 期货爆仓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讯号 因为代表说什么 融资筹码一直洗光了 不安定的筹码都洗光了 就很容易向上涨 好 那昨天涨完了吗 那今天会不会继续涨 那你看一下 这我昨天跟大家分享 每一次的爆仓 这很多例子啊 今年2024年的时候 在几月 4月的时候也出现这种状况 爆量下影线 这其中也是有快事出现 爆量向下跌 之后马上拉起来 应该后续是一路向上涨 对不对 2021年也是一样 这个下影线更是长 下影线更长 然后是不是爆大量 马上拉起来 就代表说下面有人爆掉了 爆掉之后呢 稍微震荡一下 它还是涨上去了 了解意思吗 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看爆量向下沙 它再刷了一段之后 没多久 就一路向上就涨回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后续半个月之内 上涨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那你不要说什么 老师可是现在 外资才买126一买很少 期货空单还有3.2万口 那我们想过 如果持续向上涨 外资本来是有赚钱 它会放到没赚吗 不会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 在有赚钱之前 赶快先把它 至少要获利了结一半以上吧 对 好 所以呢 外资空单还有3.2万口 如果明天 没有修 明天有可能不开哦 那后天如果继续涨 你看到美股如果继续涨的话 会不会逼着它 空单要获利了结 那空单如果获利了结的话 会逼着什么指数涨幅更快 了解意思吗 所以我认为这波反弹 这波反弹还没结束 我认为很有可能是 新一波多头的一个 全新的开始 老师老师 可是星期五 星期五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PCE吗 对啊 会不会有影响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太大影响 到时候我会在我们的撰报上面 持续的跟大家分享 那小老鼠GD788 更要加起来咯 对我们小老鼠GD1788 我随时都会在我的LINE上面 跟大家分享最新最新的资讯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不是昨天吗 昨天你看一下 昨天是不是在10点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一定要买股票 等一下就要反弹了 10点跟12点都分别 而且老师 你那句话我觉得蛮重要的 你看多头不便 买点可能提早出现 因为我本来说好要等三天 等三天结果提早出现了 对啊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加权股价指数的部分 最近就是明天早上最重要就是 特斯拉跟Alphabet 就是Google的母公司财报 那再重点就是星期五的PCE 在下星期三最大重点就是FED的利率会议 大家想想看如果说这星期五的PCE 是合乌市场预期的下星期三万一突然降息 意外降息 你说台股有没有机会喷出去 我跟你讲我个人觉得喷定了 喷定了 虽然我礼拜一才卖飞 哈哈哈 我礼拜一真的卖飞了 那再来呢 我知道虽然说像跌了那么多 然后像这样的上涨 大家一定会心里觉得有点怕怕的 因为很多人 我相信很多人在昨天就停损了 昨天卖飞了 我啊 好 那我告诉大家 大家在想看 我们之前教过大家 百万赢家的特训班 我说过 如果说一个就是下跌的走势 没有伴随着一个国际的重大利空 对 他绝对不是一个空头 除非今天这两天突然传出来说 中国跟美国要打起来了 那我跟大家讲 赶快逃命 这就是人道走 但是大家去看一下市场上 现在到底有什么利空 我其实找不到 我也找不到 最大的利空不就是阿川哥吗 那阿川哥的话 现在跟贺锦丽两个 民调好像也是差一不大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如果那个老拜拜退选了 那这样子的话 不管民主党推谁 基本上阿川哥的那个民调 都会大幅度的上升 结果 没想到贺小姐出来两个人是吴吴波 对 而且他还说川普老 他到底会讲到拜登还是讲川普 我都搞不清楚 不是 因为当初拜登在的时候 他不能讲老这件事 但是现在老的 最老的已经回家休息了 对 他年轻嘛 他就可以说老 对 你知道之类的吗 不行 不要指这边 你指错边了 老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后续到底是涨还是跌 我告诉大家 除了买进讯号之外 我常常教大家一件事情 上涨无量 是好事还是坏事 是好事 没错 今天的上涨并没有败量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上涨 今天只有升4000亿左右吧 哇 这个量超级小 这代表什么意思 很多人还在舔自己的伤口 为什么 因为星期一才刚停船 今天涨起来是真的吗 是人到走廊 绝对不是真的不敢进场 你知道吗 你说出我心里话 我真的觉得 对啦 台股还会跌 这只是逃命波 我等他再跌 我再打第二只脚 我再进场 我跟你讲 他一定会再回这一次 我绝对没有卖飞 不可能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打得一巴掌 他不会马上原谅我 他会怎样 他会要等一阵子 等一阵子 可能我请他喝杯咖啡 或请他吃多点好料的 他就可能会原谅我 那同理哦 因为大家要站在股市 你心理层面是更重要的 你要站在大部分投身心里想 昨天才刚停船 昨天才刚卖飞 今天大涨 我难道就要进场去追 我再看一下好了 那如果说股市再给他一点甜头 持续的向上涨 如果说涨破了两万三千点 哇 你就会相信他了 会进来哦 你就会相信他 我觉得怎么会卖飞 我不会卖飞 对不对 就慢慢开始有越来越多 之前卖飞的人开始进场 我赶快再买回 赶快再买回 然后就加剧上涨的速度 再加上什么 前一波 这一波下跌了两千点 很多空单都大赚了 对 那这些空单看到涨起来 他会干嘛 继续空 怕死 会吓到 你是说空单会被咬 怕被咬 对不对 怕被咬 所以他会被吓到 吓到之后他会想说 我至少现在还有赚钱 我赶快先出 赶快先回复 那你看这两股力道 就会加速这个买盘的向上涨 那就会带动股市 持续的向上挑战新高 但是重点在哪里 星期五的PC 还有下星期三的FED的利率会议 了解意思吗 所以暂时来讲 我觉得这附近都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只是今天上涨 一下涨600多点 我会不太建议进场 我认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量缩上涨 我跟大家讲量缩上涨是好事 KD指标准备一个黄金交叉 这都是好事 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 不要涨起来也怕 跌下去也怕 我告诉大家 每次量缩上涨都是好事 比如说在2024年的4月 就是今年4月 有没有 这边也是出现一个什么 爆仓的讯号 下跌完之后 有没有爆大量 有 下眼线 对 是一样的讯号 隔了两三天之后才上涨 不像我们这一次直接涨上去了 有没有 隔了两三天之后上涨 你看这上涨有没有量 没有量 没有量 你看后续是不是会持续的向上涨 你看他好不容易过了三天才突破前高压力 然后后续怎么样 你看这边是不是量缩 量缩是不是很稳定 他后续就一路向上涨不停 看一下是不是一路向上涨 对 再看一次 有没有 这边是不是大量下影线爆仓讯号之后 你这边进场之后 虽然说没有马上起涨 不像这一次 这次因为跌太深了 所以报复力道也会很强 没有那么强的报复力道 你看这两天之后他还是突破了前高压力 他突破前高压力之后 稍微吐吐一下 然后就一路向上涨 所以我认为今天一下也涨太多了 所以我认为这两天会吐吐一下 吐吐一下就是给大家可以再一次的进场机会 老师那我问一个问题哦 如果明天真的因为台风放假的话 对于台股来讲是不是反而是好事 多给他休息一天的机会 休息在上我觉得也许就是看美股的反应 如果我们在休息期间 如果美股先碰出去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会没有机会买进哦 了解意思吗 因为美股他现在他们的科技七雄 开始要陆续公布 像老师讲的嘛 明天早上就是特斯拉跟Alphabet 所以如果这些企业财报都不错 美股先涨了 哇我们可能要追就难 如果空手的朋友要追就难哦 所以你看一下昨天是不是 比如说你不要买 你就算不买ETF你买全职股 台积电也是涨起来了 对 广达也涨起来了 红海斯币也回到200块了 郭董又可以退休了 郭董又他退了又退 可以进退了又退退了又退吗 他连发科也都涨起来 全部都涨起来了 这一切都印证我们7月22号就是昨天 绝地大反攻就从今天开始 昨天在这么悲观的情况之下 你看哪一个老师在跟你讲说绝地大反攻 大家都在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还是多啦 你就是要逢天慢慢买 有人跟你讲说明天后天会大反攻 没有 从今天开始就是大反攻 那旁边上有什么股票值得大家留意的 今天最强的还是在 营建类股 好不好 因为大家对电子类股现在是有点 又爱又怕 真的有点害怕 但是我告诉大家 电子类股绝对会上涨 为什么 因为下半年就是电子类股的碰进 你到底在怕什么 现在没有利空 如果有利空我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就是全部砍掉 我也会坦白跟大家分享 全部砍掉 因为你看一下我为什么刚刚从 我们一开始的分析到后来我都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是什么 有多就说多 会跌我也跟你讲会跌 那会涨我就是觉得 我认为会涨就是跟大家如实分享 我觉得会涨 对不对 老师但是 你赏我的这巴掌到现在 没有赏好不好 不是到现在还在 我的意思是说还在痛 所以很多在电子股受伤的朋友 一下子还没有恢复信心 还没有办法 克服这一巴掌怎么办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想说那我暂时先不要做电子类股去做银件好了 金城就上涨了 打力也大涨了 海悦我们讲很久了 这个很有代表性 因为他做代销 我讲很久了 从这边开始250块开始一路讲到这边已经350块了 那我也跟大家讲房市就是这啊 嗯 再来还有什么福大 福大为什么也是算是房市营建类股 因为他本来做纺织 他就纺织以前就是很多地你知道吗 他是地主 很多地的话他就去开发一下活化一下资产 就上涨了 而且如果有建商找他合建 找他开发合作 建商已经进铸他们公司了 哇哦 所以你看一下他这种小量的股票就很容易喷发 轻薄胆小轻轻一推就喷出 这些股票比如说像三发地产 我觉得也是震荡很久都不太跌啊 也是值得大家留意 但是我觉得啊 嗯 哪里跌就是要往哪里跑你会赚更多 比如说像现在台积电 台积电跌破千元 大家说哦会跌到 什么800 会跌到700 会跌回600 我告诉大家不会 不会吗 这一波就是震荡给大家新的进场机会 但是如果你错过台积电 我觉得相关台积电供应链 还是值得留意的 比如说往外扩散 有很多人在那个下面留言说老师 你怎么没有讲什么精彩才语 啊 接下来我们再找机会在进场去做布局 我也是看好这一些相关的类股啊 那当然呢 我们有讲没有讲过 比如说像达兴材料 对 之前也讲过 设备厂 之前蛮早以前 他这一波修正 我觉得修正的差不多 大家都可以留意 他是材料相关的 好那再来呢 我们不是有跟大家分享吗 你如果说下跌不知道买什么 我们的赚报有分享ETF 那我们的赚报 除了ETF之外 也跟大家讲 COWAS逆势抗跌的六英雄 这个礼拜跟大家分享 你只要加我的LINE 小老鼠GD1788 直接回复777就有了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头能拿几档股票 第一档 中档 今天有没有大涨 有 今天是涨了多少 5%多 是不是 再来星云 这也是讲很久 是COWAS设备厂 对 对不对 今天也是涨起来 是不是涨4% 昨天我说可以进场 如果你昨天就看到我们的表哥 今天买 不是今天买 是昨天买 4% 是不是就买 就赚4%了 没有错吧 好再来呢 自胜的部分 哇 再创新高 今天还一度攻涨停 今天一度是攻涨停 对他也是COWAS 对 所以你看我们有没有较劲 昨天 昨天较劲 212.5% 今天已经227.5%了 昨天较劲是不是今天攻涨停 所以我说昨天要买股票 你有没有那个勇气 对不对 还是你唱完三遍 还是没有勇气 没有勇气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跟上我们的脚步 因为你看 你没有勇气就是要跟上我们 要不然的话 你会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不知道买什么 先卖飞 然后现在反弹又没跟上 对 辛苦哦 对啊 那所以再别提我们的均华的部分 哇 素素狗 今天一度还大涨了7-8% 8%左右 差一点要攻涨停板 一路向上我们449在哪里 哇 449已经在遥远的东方 遥远的西方 这是西方 449的部分 你看一路向上大涨 即使这一波的修正 我们一张都没有卖 现在还是赚了66%左右 来 有没有较劲 有 6月7号就买了 449买进 7月17号 679还加码买进 今天你看一下 哇 军华大涨7% 我们最低449买进 到现在773 一张不卖 最高大赚72% 而且老师说 G2C这个联盟就是COAS的新联盟 对 趋势没有改变 不追高 务必续报持股 再次恭喜坏人朋友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一波绝地大板工 真的就是从昨天开始 这两天还有机会可以进场买进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高不敢买 难道现在低了 你还不去捡便宜吗 逢低布局才有机会赚百万 赶快跟上脚步 跟我们一起逢低布局才有机会大赚百万 台北股市第三季的绝地大板工 已经开始邀请大家 赶快跟上基敏老师逢低布局大赚百万的布局 0800668085 这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 立刻就可以拨打 或者是把基敏老师免费的粉丝团给加起来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新的百万赢家 新的千万赢家 就是你千万别错过啰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 订阅 分享 并加我的LINE AT 审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